圓密男子到台北文山区一家电信公司去申请业务 没想到因为是非本人无法申请 加上跟客服人员 双方可能是沟通不良发生争执 居然愤而出手 对这客服傻了一巴掌 影片在网路曝光之后 当然是引起了不少人的踏乏 也认为这服务业有时候真的蛮辛苦的 一个巴掌呼过去 重重打在服务人员脸上 双方怒火一触激发 店内吵闹声不断 访问动作再看一次 穿着粉色破洛杉男子突然出手 殴打电信服务人员 一旁民众也被吓坏惊恐表情 却写在脸上 而事发地点就在文山区一家电信门市 调一些资料 那在相关法律规定上来讲 只要是成年人就必须自己来调资料 这是基于各资法的保护 所以也许在工作过程当中 没有把这个讯息讲得很清楚 那两罩之间有点都是全耐心 原来男子来到电信门市 疑似想调阅儿子通话明信 但就像业务 非本人无法申请 没想到他一怒之下 竟动手打服人员 全能钻 大家体验一下就好了 大家互相体验一下 没有办法 没有必要火气那么大 服务业一刻为尊 没想到却遭暴力相待 不少民众看到影片痛批 实在有够夸张 这个动作非常地有一些些羞辱 第一时间我们是有报警 110 那警察有来了解 但是这个时候消费者已经离开了 电信业者低调回应 一切会遵照受害地云意愿 不排除报案 只是第一线的服务人员 惨遭奥凯当众咆哮被胡巴掌 事后还得调整心情正常上班 难怪人员都说服务也真的 又够难为 记得顾元松张妹子台北报道